众所周知,互联网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物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算你对互联网这个词的概念有点模糊, 但是你都还知道WiFi、通讯软件和Google这些关键字。 这些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物联网就衍生出来了。 它和互联网不一样,它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而是物件和物件之间的互动, 但是死物又要如何互动呢? 这里的互动不是指交流, 而是好像手机上的天气报告、智能家居这种, 将一些数据和指令通过网络远程传送到另一个物件上面。 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物联网是什么。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 简称IoT, 是一种系统。 它和计算装置、机械和数位机器互相关联。 而这些功能就造就了传送数据的能力。 但前提就是它一定要有网络才可以成功传送。 物联网将整个现实世界数位化, 因为它有高性能、低成本和低公托这些特点。 物联网的概念起源于1980年代初期。 它一开始的概念就是通过信息感测设备, 将物品和互联网都连结起来, 实现这个智能化识别和管理。 全球第一台隐含着物联网概念的装置, 就是位于卡内机梅隆大学的可乐发卖机。 它连接到网制网络, 从而在网络上检查到可乐的呼损, 以便确认饮料的数量。 现在的物联网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它可以通过智能感知, 识别技术的计算在网络上融合并应用, 所以它又被称为继电脑和互联网之后, 世界讯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好, 有配备感测器的设备, 可以取得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或者感知到的资料, 并按照指示供向这些资料。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行分析, 掌握资深。 总体来说,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揭取资料, sensors capture data, 共享资料, share data, 处理资料, process data, 以及根据资料行动。 act on data, 在2019年, IoT设备产生了大约18只B的资料。 到了2025年, 预期这个数字会成长超过3倍, 相当于70兆GB。 只眼听下去, 是不是觉得密联网很神通降低呢? 不过不用担心, 这个会太过于复杂而很难实验。 事实上, 就是今年的4月。 湾区受过全自动化集装商码头水工主体就完工了。 这个位于广州港南沙港区的码头, 集全球新一代密联网感知、 大数据、 云计算、 5G等先进的技术为一体。 打造了全球首例的单小车自动化岸桥。 北斗渡航无人驾驶智能集卡。 堆长水平码头布置。 港区自动化模式。 我们对密联网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不知道看完影片的你们有没有对密联网有更多的了解呢? 再 jump 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